你会不会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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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开始适应了 蓝老师在适应了 然后我也快准备要适应了 但是我发现有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 我竟然忘了带吉他背带 但他们还没有发现 然后我教大家一个处理方法 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带这种东西的话 忘了带很重要东西的话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故作真理 你不要让全部人都知道你没有带背带 这是不对的 因为很镇定的做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还不适应啊 然后你就跟他说 我现在是要恢复我的元气 好了不开玩笑了 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 演出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 我们一定要带的东西 比如说吉他鞋啊 背带这种东西是一定要带的 那今天还好 因为在深圳 我还有朋友可以送过来 那如果我们是在外地的话 完蛋了 Andy Timmers签过名了 看到没有 你能看出来吗 你说是刘德华都可以的 这个签名你能看懂吗 其实我想分享一个话题给大家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蓝老师的设备是很多了 看一下摄像机 对看到他都有一堆他们的 调好的设备之类的东西 那像我的话我也说过 就是我演出的话 我都喜欢用大中和这样子 那其实我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就有些人在演出的时候 就是他比较妥协 也不叫妥协 就是可能取过方便 他说我能不能用你的设备这样子 其实我是不建议这样子 因为每个人的音色系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蓝海鹏老师 他今天演出 他也会有那个 电吉他也会有实陈的音色 那对我来讲的话 其实我也是一个实陈的音色 但我肯定不会去碰他的东西 那是因为别人已经调好了 比例什么都调好了 我们肯定要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 因为我遇到太多人是这样子了 你在演出的时候 我能不能蹭你一下用你这个东西干嘛干嘛 说老实话表面上我是不会拒绝你的 但其实我内心是诅咒你知道吗 我现在来模仿一个品牌的logo 如果你能知道的话可以单读一下 然后我会抽个礼品给你 你会抽个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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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合作艺人 他是叫做成田 他常住在深圳的都是 那么大家其实有很多 关于乐器方面的知识 音乐方面的东西 都可以向我们成田请教 同时再介绍一下 成田是我们IBMX Find Vegas前几戒里面 获得了非常好成绩的 他是全国季军 是我们IBMX的合作艺人 我会抽到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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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粗暴了 不能这样子 其实我想分享一个话题就是 应该每一个学吉他的人 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究竟我怎么样练琴 这好像听起来 好像很严肃的一个话题 但确实每个人都绕不开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今天我分享这个话题 无论是弹琴还是学英语还是学习都通用 听清楚啊 非常厉害的 还有很多小朋友这样子 家长们都听清楚这样子 大家想一下 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学习是怎么学习的 大家记得吗 比方说我一年要考一个一级 日语要学到多少级 英语要学到多少级 是不是有这样对不对 任何一个培训法是这样子 大家想一个问题哦 假设我们今天的学习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 你要完成某个目标的话 其实咱们拼的是什么东西 是拼爹吗 肯定不是对不对 是拼努力吗 有一定的因素 其实如果我们的学习在一个时间范围里面 要学好方法是一个哈 其实我们听的是天赋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大友好 为什么是天赋 想一下是不是男生开车 就会比女孩子稍微敏感一点点 对不对 比如说男生可能对 数理化这种东西可能会对 比女生稍微好一点点 那比如说女生可能对其他东西 就会比男生稍微好一点点 真天生的 对某种人来讲可能对某个事情是天生的 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在一定范围里面 要达到某个事情的话 可能那个人对这个事情 他本来就不敏感 那他怎么办 那就不用学了是不是 那很可惜就是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 都把这个东西做一个标准 你不能在这个时候学会 你不能在这个多少时间里就学会 你就是不行的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放弃的 掌声好不好 所以我想分享就是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他都可以成功的 为什么我是有科学根据的 真的有科学根据的 很严谨的 不是我瞎吹 知道吧 任何一个人在场 任何人都可以成功 方法很简单 就是持续 这话怎么理解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在场有人不会抓筷子的吗 没有吧 都会抓筷子 我们抓筷子 比任何个老外都厉害 比任何一个吉他老师厉害 但大家想一下 我们抓筷子这个文化上千年了 是不是我们的爸妈有教过我们 怎么抓筷子吗 孩子 你的食指要扣着那个筷子 中指要这样顶着 蚊子这样子 你来家里一个东西就吃不了 知道吗 一般怎么教 放放在那个地方 筷子一丢 你是不是你不吃拉倒 对不对 我们都自学的 你知道吗 兄弟们 我们抓筷子都自学成才 是不是 但想一下我们没有方法 没有任何理论 但为什么我们学会 而且我们每天吃饭 抓筷子的时间 只有吃饭 那10到15分钟 没有了 什么东西的力量 持续的力量 习惯 没错 习惯 你要每天习惯那个事情 弹琴是一样的 学英语是一样的 你每天哪怕只有一个 一小时半小时 20分钟15分钟 都没所谓 你要持续做这个事情 要让这个事情变得不陌生 很多人对弹琴 对学英语都非常陌生 看这个东西好像很难这样子 你当你变成不陌生的时候 变得像你抓筷子一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离成功就很好了 对不对 再想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弹琴真的是为了要求一个什么名分吗 什么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图个开心吗 如果越弹越纠结 那这个吉他人家砸掉 说真的 好不好 能听懂吗 今天我想讲这个 对 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我叫什么名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